第四章 拉筋伸展操的安全守折 第三是一页 大部分的活动都有确保安全的规则和准则 拉筋伸展操也不例外 拉筋伸展操要是做得不对 也可能会导致运动伤害及其他后遗症 因此遵循确保安全和最大伸展效益的安全守折十分重要 有心想要练习伸展操的人 在开始练习之前 必须审慎选择多方比较 找出确切自身条件的伸展操或拉筋操 并且持之以恒练习 要注意的是 关于伸展操的相关资讯 也有许多混淆之处 而让人疑惑的是 拉筋操或伸展操真的有好坏之分吗 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哪些是好的伸展操 而哪些又是不好的伸展操呢 以下我们就一起来厘清这个疑惑 下面是一个黑色的标题 伸展操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 这是他说的 一如运动没有好坏之分 伸展操也没有好坏之分 差别主在于适不适合每个人的个别需求 因此要说哪种伸展操是否适合 答案是因人而异 举个例来说 肩部受伸的人不该做不地挺身或自由式游泳 但这不表示这两种运动是不好的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拉筋伸展运动上面 肩部受伸的人不该做针对肩膀部位的拉筋伸展操 但这不表示所有的肩部拉筋伸展操都不好 就如前面提到提过的 伸展操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练习伸展操的方式 以及做16号 以及做伸展操的人 才是伸展操是否安全有益 以及是否有效或有害的关键 要说哪一个伸展操好或不好 是不治且危险的想法 要是我们给哪一种伸展操贴上好的标签 有人就会误以为 他们可以随时随意做那种伸展操 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 另外一个标题 个别需求才是关键 记得伸展操没有好坏之分 不过在选定伸展操之前 有一些必须注意及检查的事项 要先考量清楚 才能认定比挑选的伸展操没有问题 31页完 第一 首先对运动者做整体评估 他们健康吗 挺能活跃程度如何 过去五年经常久坐不爱动 他们是专业运动员吗 有没有受过重伤 有没有任何肌肉痠痛或疼痛 或使肌肉僵硬的问题 第二 其次 仔细评估想要伸展的身体部位或肌群 那些肌肉健康吗 关节韧带或肌腱等部位有过损伤吗 哪些部位最近受过伤吗 是否还在复原阶段 万一想伸展的肌群不是百分之百健康 就要避免伸展那个部位 以免二度受到伤害 先做好复原和复健的步骤 再来从事特定部位的拉筋伸展运动 是比较理想的做法 不过 要是运动者很健康 想要伸展部位也没有受伤 就可以在练习伸展运动时 依循以下的准则 一 这是红色的标题 一 做拉筋伸展操之前 一定先暖身 我们经常会忽略这项首要准则 而没有切实做好暖身 所以有可能因为强行拉筋 而严重受伤 伸展未经暖身的肌肉 就像硬要拉开干枯的橡皮筋 橡皮圈一样 风险式可能会断掉 伸展运动前先暖身有几个好处 但最主要的目标 是让身体和心理 为效费力的活动做好准备 暖身帮人体做准备的方式之一 是提高人体的核心体温和肌肉温度 肌肉温度一旦提高 就会变得较为放松 柔软及灵活 如此一来 就能确保伸展运动 能获得最大的效益 正确的暖身运动 也能提高心跳及呼吸速率 我们的身体会因此增加血流 从而把较多氧气和养分 带到要运动的肌肉部位 这些因素都能帮助肌肉 为伸展运动做好准备 正确的暖身运动 应该包括少量的体能活动 暖身运动的强度和时间长短 关乎多强问号 做多久问号关乎 要是运动者的体势能程度而定 不过大部分的人 应当要做十分钟的暖身运动 而且要达到轻微发汗的状态 红标 红色标题二 运动前后都要做伸展操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 引号 我应该在运动前或运动后 做伸展操吗 这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 因为运动前后都有必要做伸展操 运动前后的伸展操各有不同的目的 两者不能概而论 运动之前做伸展操 可以有效预防受伤 伸展运动可以延展肌肉和肌腱 因而提高整体部位的活动范围 伸展肌肉和肌腱 有助于预防肌肉紧绷 延迟激烈运动后常有的肌肉酸痛困扰 运动后的伸展操应该被当成是缓和运动 看待 缓和运动要怎样做 要是运动的时间长短 及激烈程度而定 但通常是五到十分钟的一种温和的体能活动 接着再做五到十分钟的静态伸展操 有效的缓和运动 包括少量的体能活动和伸展操 能够帮助肌肉排除肺物 预防血池形成 并运送较多的氧气及氧分到肌肉 这些都能帮助人体 恢复到运动前的状态 因而有助于身体复原过程 第三个红色的标题 伸展主要肌群及作用相反的肌群 做拉筋伸展操的一个要点 是要顾及我们身体所有的主要肌群 例如 如果你从事的是某种着重腿部的运动 并不代表就可以在伸展运动时忽略上半身 所有的肌肉在体能活动时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非只有特定一些肌肉 比方说上半身的肌肉对所有竞赛运动都非常重要 这些肌肉在我们晒跑时 对身体的稳定和平衡影响重大 因此保持上半身肌肉柔软灵活 至关己要 人体所有的肌肉都有与其作用相反的肌肉 比方说和腿前方的肌肉关乎 骨势头肌关乎 相反的是腿后方的肌肉关乎 腿后肌关乎 这两组肌群彼此结抗以平衡人体 要是两组肌群的肌肉或柔软度不一样 就可能导致受伤或姿势不良的问题 举例来说 腿后肌撕裂是竞赛运动常见的运动伤害 教程的原因 往往是运动员有强壮的骨势头肌 但腿后肌却无力或僵硬 这样的不平衡 让腿后肌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而导致肌肉撕裂或拉伤 第三十三页结束 图四字一 紧绷的腿后肌 在跑步时容易造成撕裂伤 这是一张图 它画出一个人在跑步的样子 然后有正常的肌肉的图 跟拉伤的肌肉的图 那拉伤的肌肉图看起来就是比较不整齐 那正常的肌肉是它的肌肉是非常的有次序的 第四个红标题是拉筋伸展超移和缓 缓慢温和的拉筋伸展运动有助于放松肌肉 运动者也因此更能享受拉筋伸展运动并且获益更大 此外也能避免快速急剧的动作而引发肌肉撕裂和拉伤 第五个红色标题 绝对不超过紧绷点 拉筋伸展超不应该是让人会产生疼痛感的运动 而是要让人能乐在其中 放松享受疏通肌肉的一种有益活动 然而不少人误以为要从拉筋伸展超 获得最大的效果就是要能忍痛练习 这是做伸展运动最大的错误观念 以下就来解释各种原因 当肌肉被伸展到紧绷点时 人体会启动 引号牵引反射引号 刮护 这种防卫机制 牵引反射的主要功能是维持肌肉正常长度 是人体预防肌肉肌腱和关节重大伤害的安全措施 牵引反射是以保护肌肉和肌腱的方式 是引发收缩阻止他们被伸展 34页结束到35页 所以要避免启动牵引反射的机制 就要避免疼痛 练习拉筋伸展超时 千万不要刻意伸展身体部位到不舒服的程度 只要伸展肌肉到感觉到紧绷程度就好 如此一来运动者就可避免拉伤肌肉 也能从伸展运动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这里有图四字二 牵引反射弧 是画出一个人的腿 有冰骨的韧带 有冰骨 有肌缩 肌肉的肌缩是日月如缩的缩 然后他画的一个腿的肌肉 连到一个 连到 由这个 传刮胡 以后传出神经冲动刮胡 抑制结抗肌收缩 刮胡交互 抑制 刮胡 然后还有一个 传出神经冲动 这是在引号里面 导致被伸展的肌肉抵抗或反转伸展而进行收缩 另外一条线是引号 传入神经冲动动引号 从伸张受气传递至鸡嘴 然后有画到一个感觉神经元的细胞体 和中间神经元 就是从腿部的肌肉细胞 神经细胞 接到肌嘴去的一个图 是他的图说是说 千张反射弧 千是牵引的千 千张是张开的张 千张反射弧 弧线的弧 第六 红色标题 拉筋伸展时 呼吸要缓和自然 许多人在做拉筋伸展超时 会不自然的憋气 这会造成肌肉紧张 肌肉因此不容易伸张开来 要避免这种情况 做伸展超时 记得要配合缓慢的深呼吸 第35页结束 36页 这有助于放收肌肉 增加血流 并运送较多的氧气 与养分到肌肉 下面是一个黑色的标题 一个错误的例 我们来看看一个最受争议的伸展超动作 就能了解以上的几个安全准则 应该如何运用 如图4.3所述的 所示的伸展动作 很多人都不敢苟同 认为这个动作的风险很高 是一个不正确的伸展动作 因此大多建议不要随便 就做这个伸展动作 但是为什么在奥林匹克运动会 大英国鞋运动会 及世界锦标赛上 都可以看到短跑选手 在赛前做这个伸展运动呢 让我们应用以上的检查标准 来看看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第一步就是先评估 这个图4.3 有一个正硬性的伸展动作 就是一个人站着两只脚 分开以肩膀略宽 然后伸直 上伸往下弯 两手碰地 眼睛看地上 第一步 就是先评估 做这个伸展动作的是什么人 一 他们健康 生活形态 活跃 体势能状态良好吗 如果不是 那么这个伸展动作 就不是他们可以轻易尝试的 二 他们年纪大 体重过重 或身体状况差吗 问号 他们年纪轻 还在成长阶段吗 问号 他们的生活习惯是 久坐不动 不好动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以上这些人 就应该避开这个伸展动作 通常第一步的评估考量 大概就会刷掉50%的人 也就是说 有多达五成的人不适合做这个伸展动作 第二步 就是评估所要伸展的部位 这个伸展动作显然会让腿后肌和下背肌 下背肌肉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此 要是腿后肌或下背肌肉不是完全健康的人 就不能做这个伸展动作 第二步的评估考量 大概会排除另外25%的人 也就是说 这个伸展动作只适合25%的人来做 这些人都是经过良好训练 体能状态良好 而且没有受伤的运动员 最后要提醒的是 即便是这些经过良好训练 体能状态良好 且没有受伤的运动员 还是要依循上述六个注意事项 才能确保安全有效的 做这个伸展动作 不要忘了 伸展超本身没有好坏之分 练习伸展超的方式 以及做伸展超的人 才是伸展超是否安全有益 以及是否有效或有害的关键 第37页结束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第五章 做对拉筋伸展超的技巧 我们上次 就从这个第38页开始说起 现在老太完颜了 进了